鲁肃 依你之言 我和宫瑾 一个是奸臣 一个是暗主了 主公 鲁肃 你太狂狈了 孙权将兵符还给周瑜 不料周瑜收下兵符后 直接让孙权下令 出兵攻打荆州 孙权正在为难之际 鲁肃突然赶到 直接告诉孙权 他亲自去了一趟八陵前线 恭喜荆州的六万大军 已经全部回营 周瑜一听当场气诈 鲁肃却表示自己 是为了大举考虑 刘备可是汉室宗亲 此时消灭刘备 就等于和汉室为敌 会被天下人士做国贼 什么汉之宗室 虚名罢了 刘备跟曹操一样 都是乱世枭雄 表面仁义 心徒天下 我们必须趁其羽翼未封时 捡出他 否则带他强大起来 我东吴面对的 就不止曹操这一方大敌了 鲁肃不想和周瑜争论 便转移方向劝说孙权 理由还是老一套 孙刘两家不能开战 不然只会便宜曹操 但今天的孙权一反常态 不再支持鲁肃 反而替周瑜说话 从最开始的陶谦 到后来的袁绍 又到荆州的刘表 都是妥妥的受害者 自己可不能做下一个冤大头 一看孙权叛变 鲁肃当场急眼 表示陶谦几人都是自己做的 和刘备没有半毛钱关系 曹操曾经也是刘备老板 曹操咋就越混越好 难道你孙权比不过曹操 这下精准戳中孙权痛点 孙权怒斥鲁肃 当初就是因为听从鲁肃建议 才让东吴丢失荆州 并且指责鲁肃和诸葛亮有私情 才一直袒护刘备 这让鲁肃当场蒙比 他是和诸葛亮有些交情 可双方都是各为其主 一旦两国交兵 二人仍然是生死仇敌 既然孙权提到私情 鲁肃顺势将战火引向周瑜 鲁肃火力全开 当场炮轰周瑜 表示如果听任周瑜一意孤行 最后必将误国误君 断送江东前途 眼看鲁肃将后果说得如此严重 周瑜心中不服 刚要开口驳斥鲁肃 不料被孙权抢先 鲁肃 依你之言 我和宫瑾 一个是奸臣 一个是暗主了 主公 鲁肃 你太狂狈了 你们又从虎珠了 不忍重责于你 这暂军都尉之职 就不必当了 虽然周瑜和鲁肃意见不合 但眼看孙权动了真格 周瑜还是当场跪倒 为鲁肃求情 他不是我为主 我又何必视他为臣 很明显孙权这句话 是在故意说给周瑜听 鲁肃无辜躺枪 看着孙权绝情的背影 鲁肃心如刀绞 随后寒泪转身离开 就如农鲁肃 和小孙权 帮你